鑑于走私形势转变 海关在4月中至5月中采取代号程空的特别执法行动 打击利用远洋船和内河船的海路走私活动 破获三宗华尔走私案件 行动中海关检获大批华尔走私货物 包括重达5吨的鱼翅 估计总值大约2亿元 拘捕三男三女年龄介乎33岁至53岁 他们分别是寄货公司董事和安排付货公司的董事 海关说走私分子一改以往透过虚假申报 直接由香港运往内地的手法 而是将需要许可证的货物 夹集在大批其他货物作为掩饰 迂回运往目的地 另一宗案件牵涉走私电子废物 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科监督 郑德喜表示 不法分子利用软洋船偷运货物到较远地方 并翻身和回收这些旧电子产品 过程对环境造成伤害 今次香港海关成功阻截这批 无许可证的有害电子废物 非法出口去其他地方 正正就是履行了国际仪务 体现了巴塞尔公约的精神 基本上颜色赫尔公司 在这个核心部上 担政控制它的卡 선생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 并不是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